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地段见 后面服务大更新啦 这次是调整了一大堆的角色 调蜡像师调整比较多 我们后续我会出一期专门视频来说一下 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些小调整 首先是求生者 加强的有调酒师 园丁 守木人 大副 还有铺器小丑 调酒师降低的微醺状态的时长 从21秒降低到19秒 移除了调酒和加速酒的微醺状态 微醺状态就是这个逐渐回血状态 我只能说大加强 好吧 以后再也不用怕喝加速酒被约身为A闪了 调酒师喝酒的收益大大增加 园丁则是增加了一个回响的开关 长长息切二切 我女儿的多动症终于是治好了 护盾的持续时间从5秒增加到6秒 最绝的是 还增加了一个回响进度继承 如果回响的时候被打断 下次回响最多会继承1.5秒的时间 回响一共也就2秒 也就是说 下次回响 只要停不动0.5秒就可以出盾 再也不怕被打断了 守木人增加了一个 主动结束盾地的设定 会消耗铲子13秒的进度 持续时间到少于13秒会直接消耗铲子 铲子正常持续时间是35秒 也就是说 只要监管者不打 铲子哥 一个铲子是可以极限三进三出的 铲子哥再也不用怕被骗铲子了 你来我下地 你走我出来 舒服 大副则是增加了一个被动 没使用一块表就会增加7%的破译速度 最多增加了14% 而且还加强了怀表的抗打断能力 使用怀表期间手的攻击不会解除催眠效果 只会在碰到椅子和倒地的时候才会清除 大大增加了怀表遛鬼和大副后期休机的收益 而哭泣小者只是增加了火箭对求胜者的加速速度 以及对监管者的迅晕效果 求胜者中削弱的有 急球手 尤差 前锋 祭司 小说家 魔术师 小女孩这个吧 我觉得不算削弱 只是个小调整 把之前的一个设定更加完善了一点而已 急球手增加了蓄力时间 减少了监管的机会距离 再也看不到急球手当面剪球了 类目 尤差还调整了信件逻解 不会再出现三封修机信了 尤差的修机信辅助真的太恐怖了 而且还调整了开门性的持续时间120秒 开启大门速度提升从30降低到15% 只能说监管者玩家习大补班啊 尤差的辅助能力真的太强了 前锋 是调整了最短的讯音时间 祭司是削弱长度的收益 小说家增加了收集信息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调整还是很不错的 增加的时间是一次递增的 第一次8秒 第二次就是11秒 第三次就是14秒 最高是17秒 又是一个极大仆奔的调整 最后是魔术师 从狂安已被救下的效果 只为生效一次 以上就是求生者篇了 监管者的调整相对比较简单 那像是基本上是大改了 聂息降低了体力消耗和攻击的后摇 以及起跳的一瞬间撞到柱子 技能不会冷却 这个调整好 我以前就经常起跳撞枪 然后默默走地的 整体都是加强的 记录源是回调了记录攻击的攻击范围 将审阅的持续时间从12秒降低到6秒 小虚了一下 少了6秒钟的恐吓时间 但是我打的时候 那些求生者都不理我的 他想凶就凶 根本不理我的恐吓时间 杰克是调整打虫群的判定 实体刀和雾刃 同时打动虫群会判定为两次 那就相当于是直接打掉了 还是很不错的 优化了普攻的判定 延长了普攻判定的时间 这个需要去实操看看 希望杰克以后爪子不会漏风了 梦之女巫是增加了本体可以穿越祭祀的洞 穿完完之后本体有些眩晕 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应该是唯一一个可以伤到女巫本体的技能了吧 寂寂光果然很强 已经可以攻击到虚空生物了 另外调整了求生者自驱的时间 之前驱散减少时间是 0、5、10、15 现在是0、10、15、15 削弱了这个女巫的前期滚雪球能力啊 好啦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供业服调整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本命调整呢 可惜这次没有素散的调整 也不知道这个挨打什么时候吃个头呀 喝溜啦